79年前的一次别礼,让他和爱人在战火中失散 青丝变白色,他的命运经历了怎样的低档起伏 为了能够得知爱人的确切效果,他如何精进半生心血,苦苦寻找 苍天未老,岁月伪正,一个冒别老人的爱情故事 又怎样诠释了战争岁月的悲欢离合 军事记事本期播出,寻爱79年,上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了就像小孩,老了就像小孩子一样 他不好控制自己的饮食 晚饭时,李长贵配给独居的老母亲张淑英送来几样刚刚做好的饭菜 因为第二天一早,准备出一趟远 明天就是早晨很早的飞机去 整个梦里扛着整个饭菜 我再去看一看 九十六岁高龄的母亲张淑英 除了左眼在几年前做了眼球摘除数百 身体十分健康 而她之所以患上严重的眼疾 正是因为想念一个叫钟崇星的人 她是一名抗战老兵 往事如烟 张淑英老人是福州人 一九三五年 十五岁的张淑英竟然介绍 认识了三十岁的钟崇星 她在查官的 她们过去查官 她那个目光真的还好 她的好 我看她很善良 说话这些很无聊 我后来就问我是不是贼 我妈说是贼 她写不出来 我妈说写得来 好前面她都喊我写 她都那个干杯喊我写 我是随时我都写过羊头口 我家就羊头口 会写字又读过几年私塾的张淑英 和钟崇星一见钟情 她们很快订了婚 并在一个月后在福州举行了婚礼 听说她做的器材 一边讲一个情无门 来着很多人看了 他们都说我妈找的 我爸爸找的好运行 混后张淑英随丈夫钟崇星的部队 来到南京 常熟以及江淫一带 他们还在江淫的郊区 租了一间大房子 钟崇星每周回来一次 起码一两百个平凡 他们大的患者我一过来 我害怕 晚上一下雨风一吹起 那个枪子我一给我树枝 花花的枪 我一过来在五六害怕 他又没在五六 为了不让新婚的妻子 一个人在家害怕 钟崇星就把张淑英的母亲和弟弟 也一起接过来住 来重庆探亲 现在定居台北的弟弟 今年也有八十九岁高龄了 而老人对于小时候 住在姐姐家的那段日子 也有记忆 我姐夫人很好 所以我妈妈很喜欢她 她对我也很好 她一看见我是弟弟弟弟弟的叫 比如说我妈妈煮点心给她吃 我就在旁边看她吃 她吃得很高兴 我就问她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好吃 她笑嘻嘻 她从来没有 我没有看见她的皮 每次只要一听到钟崇星 响恋瓦靴的声音 从院子里传来 就是张淑英最开心的时刻 从我读的时候 来给她看她 她都读的啥意思 她我都来给她看 她叫我 她叫我读 我都不好意思 要不然有名气 我都没理她 我都不读 她在叫 我都听着她叫 然而花前月下的美好日子 却在1937年7月的一天 被突然的别离打破了 她回来都没睡 她马上就走 她马上就走 我就我孙女 她走 我就孙女 她参寞 7月 今天天气了 每次回忆起当年在汽车站 送别钟崇星的情景 张淑英总会难过很久 她后悔当时 没和丈夫多说上一句道别的话 她就拿一张票给我 她都没顶到我三千 她话都没做 头都没回 她做 那么 一向温柔体贴的丈夫 为什么没给张淑英 留下支言片语 就走得那么匆忙呢 1937年 罗沟桥事变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了保卫首都南京 中国军队和市军展开交战 中冲心所带的71军87师 是主力作战部队之一 儿子李昌桂从重庆 去南京大案馆 没打电话回来 张淑英老人的心里 不免有些担心 我旁啊 她有人 她出去我都很担心 她就走了 到了南京门 我就好了 我就害怕路上 飞机啊 就走 就飞机 我都很担心 1937年 在长淑汽车站 送别中重新之后 张淑英 看见许多日军的飞机 密密麻麻的 飞过了头顶 正是那些密密麻麻的飞机 让张淑英第一次闻到了战争的可怕气息 我都觉得她在平均日子不好过 从来年轻过来 我话也不说了 话也吃不上一切 日军先后攻占江淑要塞 又占领镇江 聚荣 利水 突破南京外围 直逼南京 中国守军 与日军展开的是空前的拼死决战 而后来 张淑英写给中重新的信 也全都石沉大海 她很快病倒了 和爱人失去了联系 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 是什么让张淑英重新看到了希望 随着战况的恶化 中重新生死未破 几经寻找之后 张淑英又能否再等到她的消息 军事纪实正在播出 寻爱79年 上级 由于还没有等到儿子的电话 张淑英的午饭吃得很简单 她只煮了一碗鸡蛋面 午饭后 儿子李长桂的电话 终于打来了 我让他说 有一种女主意 她在丹岸光 她从汉州回来 适思过ól起 她有了West Day的情况 再跟我说 重庆的江边码头 又像在1937年那个夏天 这样的等待 盼望 几乎填满了张书英的每一天 替母亲张书英去找钟重新的线索 李长桂锁定在了南京档案馆 是因为在南京保卫战的发生地 他认为总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 在南京保卫战中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战况逐步恶化 等不到钟重新的一丝小心 张书英在心底隐约的有一种不祥的日子 钟重新是不是已经在战斗中阵亡了 我不会去哪里去刷呀 他就来找我 你看他也不找我 他也不问他妈 他有一些信 你看 我的地点他不晓得吗 他妈的地点他晓得 他问他就不晓得我们的他妈 我究竟在哪里 我学的他是那个不在那里 我也不跟他说 我哭呀 我是为了他哭 我都没担当他哭 女儿的难过 张书英的母亲也看在眼里 其实当年他也做了一个 在当时看来很不吉利的梦 他做了一个梦 梦言我姐夫啊 在走进来 从外面走进来 也没有讲话 他不认为你 他不认为你 跟我妈妈 死了一个军风里 被你笑话又走了 然而 就在张书英最绝望的时候 钟冲心终于派勤务兵来家地 给他带来了口信 他就喊他勤务兵来接我 跟他说 我跟他说 我还怕他回来 我又在路上 回去找他 把他夹死了 我又拿我爸 我现在听见 他在死部里面 都安全的 张书英决定 去找丈夫钟冲心 他立即收拾好行装 和母亲弟弟跟着秦务兵一起上船 到扬州的时候 他还给钟冲心打了一个电话 到了扬州 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他就说 他外面队友到武汉去 他说他队友到武汉去 去补出 补出人 他你们到了武汉吗 在那边 在见面 他说在武汉见面 由于作战需要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 钟冲心所在的部队 调动频繁 尽管张书英 按照钟冲心所说的 赶到了武汉 但他并没有见到钟冲心 而在事部武昌打听消息时 他又从师长的口中听到了 钟冲心可能已经阵亡的消息 他说很多人没出来 他没想到就杀在大船上 我就回他老家 他老家哪里 我老家四川 我都说 他又拿钱 我说我还那么多人 钱不够余 他喊我写个条纸 我写个条纸给他 他拿了三百块钱 回来 回来 已经没消息 但是我也写 希望他许多吉少 79年前 张书英告别了母亲和弟弟 一个人坐船 从武昌 一路哭着 回到了钟冲心的老家 重庆荣昌县 他希望能在丈夫的家乡 等到他的消息 一年三秋 人是男的 然后日子不好过 真的不好过 你盼望一个人 别人也在望 天黑了 我们天亮 天亮我们天黑 一天盼 一天有盼 有酒 此后 在等待钟冲心消息的日子里 张书英的眼泪就没有干过 这也为他日后患上严重的眼疾 埋下了隐患 直到七年之后的1944年 张书英在街上 碰见了和钟冲心一个部队的方维心 换我一生 他喜欢换我一生 他一卡进我 我都把它砍到 都把它砍到了 哎呀我砍到 我都哭起来了 我都 我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问我 他从那个 从冲心 没写性 我就没有 碰见之后了 方卫星就告诉我母亲了 钟冲心已经在南京保卫站 正亡了 告诉我母亲呢 写一个表 这个诗部写一个信 由方卫星呢 带到诗部去 可以办理啊 这个抚血手续 没过多久 张书英受到了诗部的灰心 她是很客气 她说 那个什么 真受妇人 她当时重庆 重庆训证完的时候啊 不止我们的地点 无法寒告 她说 自经啊 自经 想没联系啊 重庆训的 一名才感 还更更愉快 就算我最好 水城的梦 也有你为我而活 只要我还能被你记得 我就是不朽的 山楂树 开满了花 像你在对我说话 山楂树 开满了花 是因你带我回家 苦苦等待了七年 却只等到丈夫阵亡的噩耗 张书英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 她想不到 当年和钟重新的长属一别 竟成永别 张书英 瞬间跌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谷底 为了纪念钟重新 张书英把之前给钟重新买好的衣料 缝制了一件旗袍穿在身上 并拍下了这张照片 就好像感觉丈夫从未和自己分离 那些牛子还好牛子 四母亲一起 穿着她的衣服 我都打得穿 看到她那么紧 看到她穿 在丈夫阵亡一年后 张书英为婆婆送了钟 1945年 张书英一家人要去台湾 但她并没有和父母弟弟一起来 我说我不走 我嫁成那姑娘我不去 我结婚的时候 我看到我那么好好 那么农中 我那么农中回去 七七成长的回去 我说我不回去 我要等着她 我要把她的事情 要不改清楚了 这个问题我不切 她的尸骨在哪里 和母亲在码头上别离 张书英把这张 自己穿旗袍的照片 放到母亲手里 作为纪念 我妈这个时候 我是坚持的 我都没哭 我说你会儿眼泪 所以我听到弟弟说 我妈上了车 她大哭 车上来我问她 她说你妈抓着 那个楼台还那么哭 她说她舍不得我接 留在重庆 由于没有生活来源 张书英最后嫁给了第二任丈夫 李自清 他们两人共生育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1983年 张书英的第二任丈夫 李自清去世 四年后 张书英才又把这段往事 告诉儿女班 大概是在八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妈妈就讲 她以前有这么一段经历 就是希望 我们几几年 帮她寻找一下 就是中重庆 整个阵亡详细情况 以及她现在 站在什么地方 看有什么信心 这封泛黄的信件 张书英已经珍藏了将近三十年 给她写这封信的人 是和中重庆一个部队的 求广汉 求广汉写的 关于南京保卫战的一段文字 虽然只有一个段落 却让张书英感动不已 城外部队苦战三日 达到十二月十二日上午 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的三个旅 已经伤亡殆尽 二五九旅旅长 易安华 参谋主任中重新 和旅部直属部队官兵 全部阵亡于玉花台 必须找到写下这段文字的 求广汉 1987年 张书英给求广汉写信 期待通过求广汉 了解更多中重新阵亡的情况 他要知道中重新的尸骨 到底埋在哪里 他想要签字去拜祭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寻爱七十九年 下集 七十九年前的一次别离 让他和爱人在战火中失散 青丝变白色 他的命运经历了怎样的低档起缩 为了能够得知爱人的确切下落 他如何经济半生心血 苦苦寻找 苍天魅老 岁月伪正 一个茂迪老神的爱情故事 又怎样诠释了战争岁月的悲欢离合 据实际时下期播出 寻爱七十九年 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